首先我开了U-Smart的新股中心 给大家看看 这一只人气是5600多 真是创仔来说都很少见 你见到如果你有醒目的话 你已经见到我是以营购的 我真的很少 有这么多人抢 反而要买 你买少少 中了的只中一手 如果他升三四成四五成 这些其实是很奇怪的 因为是创业版 创业版说真的是任你无的 两亿市值 看你无到多高 如果你说越多人抽的话 其实就更加应该入非抽 就是博大帽 这一只另外一只新威工程 我基本上都没什么看的 这一只两只选一只 我只会选一只 8620亚洲速运 究竟是做什么呢 大家一看就知道 做那些物流的东西 但其实现在这一间物流的东西 我觉得如果今年不上 下年也很难上 为什么呢 因为今年上半年 基本上货运业已经停了很大部分 客运业也停了 基本上 整个行业应该是双双地 有那么多人流的东西 是否有危又有机 是的 其实呢 坦白说去年那个年度已经输了钱了 这间物流已经是有盈转亏了 OK 只不过计算之前的那些数 就刚刚很够上 是 OK 所以这一只东西就有少少 如果你说从盈利角度一定是差的 是的 那究竟买什么呢 那么 第一 当然是 因为价格够小 是 四毫子至五毫子 OK 然后 他那个 不过上市日期都很久 要转到去4月20日才上 是 还有 招股期是很长的 是今天是6号 是去到今个星期四才折飞 是 小编可以出回iPad的画面 是 可以看到的 招股期3月31日去到4月9日 上市日就是4月20日 就两个星期 很久 所以如果你做孖展的话 你要想一下 即是你计息的日都要10天 是 那你要留意 另外就是 当然了 他的公开发售 1200万股 1200万股 但是现在如果你超购是什么 70倍 70倍 如无意外应该过100倍 是 过100倍 即是过多几天 应该过100倍 过100倍的话就会怎样呢 就会回撥50% 即是说total应该会有6000万股 6000万股 那有一半 即有一半 即是会公开发售 但是6000万股 其实在说几毫 整个东西都是6000万股 5毫 即是3000多万 是吧 其实是相当之小的一只东西 所以 开头如果你说炒头一两天的话 是不用怎样看基本数 看公求 看公求 重点是什么呢 重点是保证人 是 保证人 兰华 是 兰华 他的股票当然不用看 但是他做融资是OK的 究竟有几架势呢 下一版 过去两年做了四个 有三个是创仔 那三个创仔 一只升七成 一只升三成 哇 我待会抽 一只升七 不过累积表现就一般的 有两只走 是 没错 累积表现就当然是不好 但是 你也是说真的 你拆第一天 你拆第一天 你暗盘的时候就走了 是吧 所以是不用怎样理的 是 之后那些 我告诉你 其实他如果你看盈利 今年都应该是跌的 是 说明了 好 那业务 业务解架 香港第三大空运货运站的营运商 是 做香港的 本身是主打都是做香港 但是近年是开始开拓 深圳 广州 上海和成都 是 那当然他告诉你拓展 其实就是说 都是在德国小小的那些 OK 试试 因为他要上市 他一定要做些卖点给你的 如果你说我只在香港的话 那就是没有卖点 是吧 如果你说我已经在拓展紧的了 但是究竟那个紧字 究竟是去到哪呢 嗯 是的 究竟是已经开始谈 还是已经有些 即是有些实质的东西做到呢 其实是未知的 OK 所以其实纯粹都是一个 字而已 那业务做些什么呢 做空运货站 那他就 他主要是接一间公司 他的大客就是这一间 叫做Top Global Express Career 这一间公司 接了这一间公司 就是承包了他 做这个 空运货站的里面 那个运输和仓储的工作 就是这么多了 是的 基本上这个业务 是简单到不得了的 是的 整个业务就是在空运 就是香港的赤立国机场里面 的空运货站里面 是的 他就是做这一件事 那个市场是15% 是的 你应该要问就是 他的合约究竟多久呢 是五年的 嗯 五年的 所以就未来这几年都还可以 稳定 是的 也有钱收 是的 每年都会稳定地加少少费 但是当然 为什么他会输钱呢 就是因为 他的货运量少了 那你就 是的 就是你的工作量少了 他也是会赚少了 OK 所以其实都是要看货运量 现在你见到疫情的影响这么大 很多地方 又没有 不开厂 没有订单 没有零件 什么鬼都没有 那是运不了东西的 所以其实他今年 上半年应该很投行 嗯 OK 讲明 就是基本因素 上半年也是 OK 好了 那么 优势 很简单 就是南华 其实我觉得他的优势 就只有一个 就是南华做保证 是 是 是 你看他有没有办法 就是 逆市可以帮你 砌上去 是吧 还有现在都叫做反弹市 是 究竟可否可以弹到20号 当然是说不到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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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9号都不知道 明天都不知道 明天都不知道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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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中签率低 用中签率低才容易炒上 是 因为很多人不够火 不够火 不够火便会上市的时候 便会追火 如果你说 一派的时候 已经中到一副 也是 就糟糕 是 死定了 一开潜水 所以这一只 你一定要拼在这个市 一定是要集中去拼一只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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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做什麽 是 另外 市场也相对平稳了 不是之前那些 二万一 那些 是 是 那些位置 所以是 对于它是好 另外 刚才已经说了很多次 就是盈利差 今年一定是 是 去年已经亏损 今年也应该是亏损 是 是 所以为什麽要 即是马上去 是 因为之前 其实它已经被联交所 拒绝了三次 是 今次再上 是 不过 我看上网的留言 其实对于它整个行业的看法 都蛮好 即是 其实你这样看今次疫情 就已经见到 传统的物流股 其实在这麽多个生态圈里面 即是经济的生态圈 甚至在新经济里面 它的地位都是不能够缺少 甚至可能你医疗 你没有了物流 你连口罩都不能够 所以大家都觉得 传统的物流 其实可以在未来 发展新经济特别都可以 仍然生存到 而且它的地位更加之 越来越重要 嗯 没错 而且见到有很多那些 那些 材料 物流 跟着信封 他们的发展都很好 当然 你说 跟他们比的当然差很远 是 而且它只不过是 承包了它一个 即是一个项目 它不是自己本身 其实它自己 并没有生存能力 是的 它一定要靠 它的大厦 即是它拿到的 然后再派给它做的 是的 所以这一只 为什么会是创仔 如果它真的赚到那么多钱 其实它上了主板 说真的 你现在上创业板 其实你的唯一出路就是 你就是做好生意 然后转主板 是的 是的 那为什么它现在连创业板 都要上呢 就是因为它 现在不上 可能真的之后 连创业板都上不了 是的 这个会是它很大的 盈利的问题 是的 明白的 就介绍给大家 网易长自己都有抽 究竟抽多少手呢 自己留下方 是 背面也可以的 勺乱 不要说分身 当然这些创业板 好 4月9日截止 20日才会上市 那就自己留下这个时间 还有两星期才会 好